一开始谈恋爱她对我挺好的 可是现在我们打算要结婚了 她却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 对于结婚的事 我们有分歧也是在所难免 但她那么任性 我也不可能什么事都顺着她吧 我和她在一起 不求大富大贵 但是要结婚了 别的情侣有的我也想有 这她都做不到 她对我的爱真的没以前多了 我做的很多 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造型 但她却为了一些小事 总是就这不放 连分都不想进 最近发生的事 要我看清了她对我的态度 我现在对这种感情 越来越没信心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文30岁 来自江西电子商务 女嘉宾小林29岁 来自广东职员 来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薇 谈了几年恋爱啊 两年多 谈了两年多了 据说已经准备结婚了对吧 是的 我这是一直那矛盾 今天咱们就把这些矛盾 慢慢地说一说 就买房这个事来说 你看 我们现在在深圳工作 然后我老家是广东 惠州那边的 惠州 我就要求她在惠州那边 买一套婚房 多大面积 我不要求她买那么大的面积 只要在她能力范围就可以了 买了吗 因为现在本来是手头不充裕的嘛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 一直吵 我也没办法 就妥协了 交了个首付的嘛 她14年的时候 在海南也买了一套房子 在海南有房子 对 我就叫她 你可以把海南那套房子卖掉 把海南的房子卖了 在惠州买房 对 之后她就 左臭右臭的就买了 那房子卖了吗 房子没卖 买了还说什么呀 但是买了它就 好像我欠了它一样是的 后面还为了这个房 房带这个问题啊 说这个压力太大了 然后要逼我辞职啊 让你辞职干嘛去啊 跟她一块干纳电商 然后我对她纳电商的 我不太熟悉 我是做文职的 逼我辞职 我不肯职 她就要求我 每个月交三千的生活费 我每个月就五千的工资 然后交给了三千 她就说我大手大脚的 惠州的房子写的谁的名 两个人的名字 惠州的房子一个月 房贷多少钱 三千多年 就等于 你觉得房子的房贷是女生在还吗 是 首付是你付的吗 因为小子算账算得挺精的 你说说看 行 房子的事情听清楚了 还有别的事吗 财离怎么样 现在不是说唐道结婚这个事吗 结婚对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主动 向我们家那边提亲 为什么不去人家家提亲 先把这房子的事搞定先 去他家也有面子嘛 挣了钱把房子的贷款都还上 再去提亲 大概什么还欠多少钱啊 按揭的话三四十万嘛 你打算用几年挣了这个钱 还了再去提亲啊 也就四五年的时间都可以搞得定 就四五年以后再娶她 是这意思吗 也是一直没有计划 这个是他吹了 吹一下我就会动一下 听见没有 他没有计划娶你 是你催着他在动一下的 不是我催着他了 是我们之前已经谈好 计划是在明年了 然后他说我会花钱 叫我的钱给他挂 他每次花的钱比我还要多 这不是焦点问题了 姑娘挺傻的 你想嫁给他吗 他这些态度 我就不想跟他结了 为什么买了个房 突然就变了挂了呢 说明天要结婚的事 这些事都不提了呢 以为是一直压力大 然后做电商 我是叫他辞职 跟我一起干 不要分开的吗 他又不辞职 我就找他一些事 因为平常的那些开支的 都是我这边承担的 甚至那边消费也高的嘛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买了房子 反而不结婚了呢 你买房子 是不是为了结婚呢 是的 而且商量的是明年结婚 对不对 是的 怎么买了房子 到这个婚事不提了呢 这是为什么呢 本来我们是底下 说好那十万块的 什么十万块 十万块的礼金呢 买套房子 还要交十万块的礼金 每个女人结婚 都是必须要的啦 哎呀 你们是假女人吧 你们没有礼金吧 然后他在这十万块钱 打我的小上旁 说这十万块钱 你们父母那边 肯定会给我们两个 过小日子 想把我这十万块钱 拿去做资金周长嘛 听懂了吧 周长 就是因为有了房子 还没闹到最矛盾的 还希望去提亲 提亲有十万块钱的彩礼钱 是这意思吧 对 男生想说钱可以提过去 提过去 你再把这个钱拿回来 咱们做资金周转 是不是这意思 是 你不同意啊 我肯定不同意啊 这个礼金给跟没给 都没区别啊 他不是就想周转了之后 周转了之后 还还给他们家吗 还我回头可以慢慢还上的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你们知道我们这节目叫什么吧 爱情保卫 保卫的是爱情 对 但是我怎么今天很恍惚啊 我没听到爱的滋味啊 你们俩来干嘛来了 我们之前相处是挺好的 就因为结婚要准备的准备了 就引发一些矛盾 然后平常家里面一些小事情 都能吵起来 等于现在房子是买了是吧 结果发现感情没了 是不是这意思 他之前不是这样对我的 追我的时候 怎样就都可以依我的 但是现在他的态度变了 说白了等于手里 还是没什么钱对吧 对 压力大不大 大 他压力大 女生还在按自己憧憬的梦想 来构筑未来的生活 你说实话 你还有十万块钱下彩礼吗 没有 我现在就是下彩礼的话 如果不像家里要 能借 将来 如果我又要去还这个钱 又要还这个钱 到时候更加压力大 你了解他这个心理吗 我了解他 但是他没顾我的感受 对 你说一下你的感受嘛 就每个女人要烦药车啊 该有的都有 但是到我这边他都 说压力大怎么的 因为他一直为这个事 好像我欠了他一样 听明白 老是拿着这个事 女生觉得心理不平衡是吧 虽然你给我买了房了 但是你对我不好 我也不是关键 他对我的态度不好 就没以前好了 所以你也不想结了是吧 所以这个婚我也不想结了 那如果他按原承诺 买了房下了十万块钱的定金 你明年还愿意嫁给他吗 是要考虑一下 因为他的态度变得太快了 难以让我接受啊 通过买房这件事情 你觉得这个男生 你都不想接受他了 是这意思吧 女生现在对你很失望 你觉得委屈不委屈 不委屈 你为什么不委屈呢 可能是有时候 我是没有照顾到他的感受 有时候比较自私吧 然后我有时候 看他周六周日闲的嘛 我会叫他去做些 我答应我店铺一些事情 做客服什么的嘛 不是两人就应该同舟共计嘛 你们欠了那么多的钱 又想生活过得好 你为什么不能在周六周日 帮他一下呢 我帮他干的时候 他不满意我 他说我回复客户 回复信息的太慢了 对客户的态度也不好 所以我不知道我听明白没有 男生是想挽留女生 是这意思吧 你是想离开是吗 我不是想离开 我是想考虑一下 好吧 你们看怎么整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新养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做生意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上进心 但是做生意 是放到工作上去 不要放到家庭生活当中来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房子房子房子 票子票子票子 混成一团以后就乱套了 我听了半天 就是房子 你来付首付 其他的部分 现在目前来讲 不管这三千块钱干嘛了吧 反正他交了三千块钱给你 我们理解为 他可以来付这个案件 然后呢 这个工作 你让他辞职过来帮你 目前来讲 其实你并没有打算付他工资 对吗 然后彩礼 是到他们家十万块钱走一趟 再回到我的手里来 怎么听来听去 都是在做生意 就感觉特别不好 我觉得你可能根本就不想娶他 只是说一个三十一个二十九 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 所以哎呀 就凑合着娶了吧 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如果不喜欢 咱就别凑合 你有跟他算计的那些时间 咱不如好好琢磨琢磨 这个淘宝店 这个店商到底怎么样能做得更好 你跟他在这计算 跟他家里人也在计算 这样的婚姻不舒服 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开始 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状态跟心态 凑合这两个字 对于女生来讲 恨嫁嘛 因为我到这个年纪了 爸妈也着急 我也着急 而且其实不光他在计算 你也在计算 你老惦记他另外一套房子干嘛呢 你是不是觉得 我觉得他把压力太大了 所以叫他那套房子卖掉 然后重新买一套这样子 我就想分担他一些压力嘛 那是你在分担 还是他自己在分担呢 那个压力是你给的对吗 你并没有帮他分担呢 但至少把海南岛 那一套房子卖掉了 然后重新买一套也不行了 那是人家自己的 人家的婚前财产 他自己会有这个决定和支配的权利 他现在我明确表示了 他没有那么想要娶你 所以他才不愿意嘛 听懂了吗姑娘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去面对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婚姻 即使你们将来办了婚礼 也就是凑合 打算办婚礼吗 打算的 打算的 好好办呀 卖是有考虑过卖 但是说现在这个不是时机嘛 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 如果这段婚姻 是以计算为前提的话 那么将来有一天 一定是以算计来结束 所以如果这样 不如不开始 祝福你们谢谢 谢谢孙岩老师 来 孙岐老师 为什么你总是在和别人比较 而没有去想想 你对面那个人 他的状况怎么样 你觉得是跟别人比较 不出别人重要的 还是这个人重要 我这不是对比 这是该有的应该有吧 该有的 什么叫该有的 谁规定的 财礼是什么意思 也有姑娘的身价吗 一个男人在婚前买房 而且愿意写两个人名字 是一些很不错的事情 那你说彩礼 而且他也给出了方案 这个钱我可以去借 借来你不是要面子吗 你们家过完之后 我再把这个钱还掉 我觉得也是个方案 但是你所有说的话 都是我计划怎么样 别人是怎么样 应该是怎么样 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 对面这个人 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在乎到底是什么 我还是问你这句话 你在乎到底是什么 是这个男人呢 还是你的面子 这十万块钱 给了你就对你好 不给你就不对你好吗 我一直认为 夫妻的两个人的物质基础 是应该有的 但是有了情感 使我们可以容忍一些 物质上的不足 如果情感没有办法 让我们忍受任何物质上的不足 哪怕是细微的一点点的 那我们就要质疑这份情感 到底是为什么 爱在你心里面到底代表了什么 夫妻在你心里面到底代表了什么 家庭在你心里面到底代表了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你怎么想的 不要看这个男人还欠着你什么 想想这个男人已经为你做了什么 这是我想说的事情 就这样 好 谢谢陆棋老师 来 严老师 我刚才就在想 这个小伙子肯在结婚前 自己拿钱买房写两个人的名字 然后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说 那我们能不能 我凑着十万给你们加 然后这钱还给我们 我们共同偿还一些债务 我还以为你会说 这是个方法啊 我们你看钱也不够要面子 对吧 那你十万拿来 我偷偷跟我爸妈要回来 我们还债 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一点 我以为会这样 真的 但是你给我的感受是 你真的不知道感恩啊 姑娘 如果她经济条件特别好 说我娶着你 我给你应时的生活 没问题她都付 但是你们就是这样的经济条件 你也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抱怨啊 我真的听不懂你的 一次一次的抱怨当中 是否还有爱的成分 如果这样一场爱情 要走向婚姻 那婚后的质量又会是怎样的 我觉得其实良好的情感互动 就是感恩 你付出一点 我感恩 所以我付出第二步 我付出了第二步 她感恩 所以走出了第三步 最后我们一步一步 走向一个美好的婚姻 当然小伙子 你也不是没有责任 我觉得你还是缺少了一些 男人的气魄 如果你是一个能够很理性 也很有规划的去过日子的人 你应该一面告诉她 生活应该怎样 一面坚持自己的主张 你是一面说 你把钱拿给我 这个要要去还房贷 一面你自己又说 哎呀我做得不好 这个你要原谅 你也一步步促成了她这样 所以我觉得小伙子 应该多一些男人的气魄 你认定的生活是怎样的 你认为合理的规划 海南的房子不能卖 你就坚持自己的主张 如果错了 你承担后果 就好了 这是将来要成为 一个家的男主人 应该有的担当 而女士 如果你要没有心存感恩 那这段感情也没有必要继续 因为婚姻的基础 真的是爱和感恩 不是算计 谢谢 好 谢谢颜老师 来 附老师 愚蠢的女人 才会把自己标一个价格 没有自尊的女人 还会去讨价还价 聪明的女人 绝不讨价还价 是男人认为你是无价的 幸福不是得到的更多 是计较的更少 你要是计较起来 没完没了 你成天都郁郁寡欢 他今天把海南的房子卖了 还了你们的房贷 给了你们彩礼 请问房子要装修吧 要买家电吧 你还想把他榨干到什么程度 榨完了他就榨他父母呗 这样房子都买下来了 我们怎么不可能不装修啊 不可能不买点好点的家具啊 你就一步步往下榨呗 你做人是不能这样的 你已经挺幸福了 这男生白手起家 你就是那房子不该买 知道吗 就该租房子住 你说呢 后悔了不是 没有 没后悔啊 不是因为这个感情 这个事情是 我态度可能是有点转变了 因为有可能压力 你无非就是做错了一点 房子都买了 嘴巴上一天到晚碎碎念 你看我太不值了 你看我买这个房子 我太后悔了 赶紧过来到我店里打长工 事又干了 好人又做了 我不能 行了行了 不说那么多了 总而言之 都顾及点自己的脸面 如果婚姻出现任何障碍 是两个人想尽办法就把这障碍排除 而不是在这总想着我少付出一点 你多付出一点 折腾彼此有意思 还不是让对方难受 所以计较的更少 就这样 好 谢谢初老师 生活还是要有所相信 相信爱情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现在 精神的东西相信的太少了 对食物的摆在眼前的东西 相信的太多了 结果你发现问题才出现了 有很多年轻人现在为这个事情困扰 我给不出彩礼钱 没有房子我怎么办 这么大岁数 能买了房子才是个怪事 你的奋斗 你的拼搏 你的肌内没到那个 你凭什么有房子 你相信他 你相信爱情 你们就重新去调整 能够保障婚姻的 只有彼此的感情 所以那些试图用房子 用彩礼去保障婚姻的 全都是错误 他连婚姻都进不去 你们俩自己考虑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真情六十六 我们认识这几年 我也体谅到你的付出吗 然后可能是我一直是以一个 做生意的模式 去跟你做这个结婚的打算 我就没有考虑到你这个感受 但是我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你对我的要求也不算高的吗 这些东西 可能是我那个态度 你接受不了 因为你的家庭条件 可能比我家庭优越 所以说 我希望 我们不要因为一些事情 而不停地一直这样 吵吵闹闹下去 往后你该给我 给我重新机会 我被好多东西我被改变的 对你的态度啊什么的 我对你的态度 有点失望之前 你都不会是这样子的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请关门 千万不要拿 给不给你孩子准备彩礼 会不会买房这件事 来考验他们俩是不是真的相爱 因为当我们拿金钱 来考验人性的时候 人性往往都是脆弱 好了 接下来就看 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开门 他们俩可以了啊 《恋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吧 好 来 送给你们 谢谢两位 祝福 请回 谢谢 谢谢